指揮中心鬆綁了邊境管制 不過限制每個星期是二點五萬名的旅客入境 引發了巧名額大戰 還有民眾是傳出 因為買不到機票 所以受困在上海 最快要等到七月中才會有航班 有旅行業者就指出 這主要是因為航空公司需要配合上海的防疫政策 所導致 松山機場國際線大廳一片空蕩蕩 只有零星的旅客在後衛區等候 仔細看看國際航班的資訊 除了上午十一點半要飛往日本羽田機場外 一整天都沒有其他出境的航班 雖然不少國家陸續解封開國門 但在航班數尚未完全恢復過往的水準孔影響行程 加上機票價格高漲 都影響著民眾出國旅遊的意願 可是我是三月份買的 所以好像還好 我就是中間換一次班機過 就是好像第一班就5點6小時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趕快換票 所以就麻煩一點 拖那麼久 然後又不是我要的時間 就先不做吧 儘管不少人持觀望態度 但指揮中心松綁邊境管制 入境檢疫改為三加四 但每週入境限2.5萬人次 也引爆搶名額大戰 現在更傳出有民眾因為買不到機票 受困上海飛不回來 最快要七月中才有航班飛回台灣 對此有旅遊業者表示 主要是因為航空公司皆需配合上海的防疫政策 在中國大陸的方式比較特別 因為他們用清零的關係 像有的旅客昨天要回來 他人是在上海 但是上海航班從6月初開始就一直取消 不管是從上海浦東或是從紅橋開始飛 都幾乎都沒有 那個從上海要飛出來的 只有一班華航 那7月14號 搞不好這一班也會取消 5天至7天會提前告訴你 那你有辦法去解決 你的後段航班的問題 另外從21號開始 參加國旅團的遊客 不需要打滿三劑疫苗 只要提供48小時快篩陰性的證明 就可以跟團出遊 期間若有團員快篩羊 其他人行程可照走 對此有醫師就擔憂 同團旅客接觸時間長 其實跟同住家人一樣 有傳播的風險 同團的旅客 他那個接觸的時間 其實也蠻久的 他接觸的時間 說不定跟一般的家人一樣 是不是同團旅行的旅客 其中有一個確診 其他的旅客得到感染的機會 其實是蠻大的 這可以考慮一下 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居家隔離的規定 醫師強調 預防重症的方法 還是打疫苗 不管是大人小孩 只要符合資格 都盡可能接種疫苗 可以減少病毒感染 及傳播的機率 記者為陳希隆 賴索敏 獎龍翔推報道